这地图标注的地方似乎是 传说中的腰域 有人在这里破解了青神地图 之前以我来这儿的那个一模 和刚刚那个大胖子 应该是同一伙 冻儿 你在哪儿呢 冻儿 许久不见了 听闻你已经是服侍会的会长了 当真是可喜可贺呀 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暂时找到了青神之所 有什么可喜可贺的 冻儿 当初族长也是别无选择 不 为了林家百年基业和族人们 只能暂时委屈你 冻儿 你一向十大体呀 如今名声在外 就是你爹在九泉之下 想必也是会很欣慰的 你说的 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我说 我说 你今天来 不会是来叙旧的吧 自你走后 林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心里都清楚啊 这一切都是你和你爹 贫了命换来的 现在王子殿下召见你 这也是你应得的荣耀 我不是一个祸害 被逐出家门了吗 让一个祸害 去其家族出面 不躲吗 你要想撒气就撒撒气 想发牢骚就发发牢骚 可即便你对族长心怀怨恨 冻儿 你也该从大局考虑吗 林家 不只是族长的林家 也是你爹 你林栋的林家 对不对 如今林家既望于你 正是你大展拳脚的时候啊 若能讨到王子殿下开心 不但林家脸上有光 想必你爹在九泉之下 也会瞑目的 我爹 才不稀罕 当时你们族长连夜 将我送去问罪的时候 也说了大句二字 那时候既望于我 是既望于我 换你们的平安 如今既望于我 是既望于我换你们的荣耀 以后或许还会既望于我 又知道用我换点什么 你 我又不是你们手里的物件 想换就换 冻儿 网书 不 希望你还是好好想想 你虽掌管这服侍汇 可毕竟孤掌难鸣 总有需要家族助力的时候吧 如今的林家 可是今非昔比 但是那扬元石矿 财富之据 就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浩南而行走天涯 终究还得饮水思源 这是家族令 等你的消息 对呀 家族的邀约这么踩着有点个脚吧 你偷听别人说话 没有没有 我刚刚是路过 最后半句飘到耳朵里面 前面说什么 我可都没听见 你说 我该怎么办 逃避呢 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可不是简单地为了林家而战哪 林家 留给我的记忆 都是耻辱 如果都是耻辱的话 就亲自去洗刷它 问你了 喉咙里面有根鱼刺 而你又不想变成人鱼 很简单 拔掉它 沈儿 大晚上的不睡觉 在这儿神神鬼鬼的干嘛 睡不着 屋子里才闷 出来透透气 你以前遇事 总是淡然处置 很少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如你 什么事 都能稀稀哈哈地化解 我以前 也没你说得这么轻松自若 就算现在 我也还有心结 我听说 凌驾要请你回去 何教之友 我早没假来 我懂 你呢 九天太清宫 是你家吗 我母亲 本是宫主人选 因为父亲叛逃 令九天太清宫蒙休 母亲地位一落千丈 跟杂役没什么区别 太清宫的人大多都不喜欢我 不过 这些年我苦恋修为 总没让他们想笑了 好吧 我去幻象城 见那个什么王子 我也不能 让凌家瞧不起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我不但要去幻象城 我还要进超级宗派 我要认认真真修炼 保护你们 我不用保护 何况 你能证明自己 那就足够了 是 对吗 等着 有你们跟我打气 我肯定能进超级宗派 我跟你共欢难了那么久 你怎么不说一句 要保护我的话 你可是盗宗宗主之女 名副其实的小公主 我就是想 能轮得到吗 你刚刚说什么 想见超级宗派 来我盗宗吧 盗宗啊 有什么好的 都是些像悟道那样的 大老爷们儿 没事儿 爱错个剑瓣 我呢 要去就去九天台庆宫 那里 可都是仙女姐姐们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 有些人就是喜欢不要脸的 好鬼吧你 要求我都没有用 死灵斗 这个死灵斗 臭不要脸 李冷天 原本密室岂能是你这种下贱弟子占用之地 还跟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在这里偷练技术 她是我同族的妹妹 我带她回来 师姐知道 还师姐呢 你是攀了穆千千的高枝 就不知道天沟地厚了是吧 要我看啊 穆千千根本就没把你放在心上 否则她下山抓一抹 干吗不带上你 她回到原门 也没来找你啊 师姐这么做事 轮不到你来这只点点 嘴巴还挺硬 我倒是要看看 你都学会了什么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这么多的事 生到造花钱 哭 你不知道的事 还多着呢 告诉你 你别再来骚扰我们 滚 蓝哥哥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 是你教会我的 这个地方 要用拳头论成败 那我 只好打他个落花流水 你这么说话倒是挺像我哥的 但是刚才的样子 好像是要杀人 满眼都是寒气 这灵针太嚣张了 我只想教训哪 没吓着你吧 你什么时候生的静啊 我怎么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可能 是刚才情节之下吧 天王殿啊 我跟你说 这次再出什么岔子 我呀 可不会替你说什么好话了 你什么时候说过好话呀 刚才你不就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我的头上 自己撇得一干二净呢 丢了雷青祖父 本来就是你的责任 我哪敢欺骗魔皇呢 是吧 师姐 小天 你在吗 小天 师姐 我们都走了多久了 连万象城的影子都没看到 这蠢虎去帮咱探路 探哪儿去了 人都没了 我说要不然 咱们就别去万象城了 就连三教九流 都去之若鹜的地方 未必是个好地方嘛 那三宗 大家也都去之若鹜 也不是好地方啊 那万象城 岂能跟我三宗比 不过你放心 只要有我道宗小公主在 道宗的门 随时会为你敞开的 你还记得道宗的门 是冲哪儿开的吗 你 那你去太清宫吧 你那个仙女姐姐 随时随地都会照顾你 是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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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 我闻他 全是冲天 你冲天 去咱俩 来 你去哪儿 的 你怕我死 那就怕我一辈子吧 我不但要去幻象城 我还要进超级宗派 我要认认真真修炼 保护你们 其实吧 那个仙女姐姐 她也不是不想和我们一起来 她 她很忙吗 她有事吗 就是啊 谁能像你似的是不是 实施当个根皮虫 你 不过 野丫头的话 有一点收到我的心里去了 万象城真的不能随便挤 这样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先去探探 花儿爷领呢 这小子打什么主意呢 干吗呀 一个抛弃了你的家族 一个把你的命 当草芥一般的家族 现在却要逼着你 去拍马屁 争荣誉 你还要逼着她去笑脸相迎吗 野丫头 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 你不知道 我谢外惠忠啊 我看哪 就是自找苦吃 师姐 一抹怎么会在你房间呢 因为我得知了 雷霆祖父的下落 向山前去查探 刚巧碰到了六王殿 可是师姐 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呢 我手上至少有一个祖福 我们两个联手 六王殿就不会逃脱了 我方才正想将他封印在内 没想到你突然闯了进来 倒让他给钻了孔子 师姐不是怪你 师姐是怪自己 夜市不顺 让夜魔给逃脱了 师姐不用自责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一定有机会抓到一抹 眼下一抹成全 生生不息 副社会的那帮人 手段太过仁慈 难成大器 就算让他们 激起了所有的祖福 将一抹封印 可封印总会有减弱的那一日 若要真正地铲除异魔 唯有反其道而行之 师姐的意思是 八道祖福 既是封印之法 也是开封之门 若是我们找到了所有的祖福 把一魔皇放出来 唯有战草出根 方能真正地天下太平 我方才 其实已经逼问出了六王殿 悬兵祖福的下落 这祖福正在大阳王朝的 祖藏之内 可是 我临时一族卑微 根本没办法进入祖藏 怎么会呢 我们小天可是圆们的弟子 手中还握有空间祖福呢 只不过 大阳王朝的小王子 好像想让灵栋 去取得选兵祖福 要真让他拿到了祖福 且不说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驾驭祖福 就眼下 灵栋在灵家的地位 可是远超于你的 我 我知道小天胸怀壮志 绝不愿久居人侠 眼前可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你若有心 师姐愿为你扫除障碍 颤除一抹 是天下正道弟子的责任 我一定会帮助师姐 积极祖福 彻底消灭一抹 师姐果然没有看错人 不过 我有个条件 我会用我的方式 去阻止灵栋得到悬兵祖福 我希望 师姐不要干涉太多 好 你说什么都好 就希望小田到时 千万别心软才是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有事吗 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履行俯始之责 追随你左右 竭力护你一生不便 全信全疑 生死不弃 这不是我一直在期待 听到的话吗 我应该很开心才对呀 我 我这是怎么了 前途还需的 我究竟想要抓住什么 这湖水怎么结冰了 别打仗 你过来 你过来 其实我 其实我更喜欢你 你对我狠点 要不是你总打击我 我也不能一路爬到今天 你是一路 爬到今天的呀 可不 我 我就跟个虫子似的 跟在你屁股后面 这样爬呀爬 爬呀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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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到现在 爬呀爬呀爬的 但是清竹 我希望你不为任何事情束缚 我希望你这辈子 可以自由自在 无前无怪 快快乐乐 随心所欲 愣记天涯 林冻 你对她用情那么久 终于等来了一句生死不离 真好 你就等着她跟你表白的吗 如愿了 我一点都不难受 为什么你一直喜欢的都是她 清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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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来了 是你 我等你很久了 你 就是我爹说的 兵主 为什么你和我长得 一模一样 因为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别说了 谁想成为你 我才不想做兵主 你心里有个人 你放不下他 你知道 我说过 我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我也知道 你有你的使命 你必须要完成 我才不要 我才不要完成什么使命 我要做我自己 我告诉你 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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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哥哥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 这样 才不会伤害到你哥 如果林栋拿到 选兵祖父的话 他只会成为一模下手的目标 也就是说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我哥 进租藏的时间对吧 可是 静澹 你相信我 我就是有点担心 万一我哥要是找不到缓缓 怎么办啊 你放心 他一定能找得到 请问阁下 可是青阳镇林家的林栋公子 我是林栋 你 王子殿下的亲身护卫 皇甫敬 我知道 你是四代家族之首的皇甫家 王子殿下有请 皇甫夫姑娘 你知道那小王子 王子 殿下 找我有什么事吗 等见到王子殿下 他自然会告知林公子 那我带上服侍一起去 王子殿下只请林公子一人 你先去吧 小雕小言 我去告诉他们 你先去哪儿 他也在谷笑 哦吴 yoga 荀兺 他 adapts 你陳套 brain 你 次 你 算 噔 不保手 逃 好 好 好 想不到你这老头 送来的领宝 比你自己还重用呢 那是王子殿下 休为了得呀 这牟鱼刃哪 那也不是一般人 能驾驭的 全穿万穿 马屁不穿 你个臭小子 你 我说 你是谁啊 殿下 这位就是领栋 那你应该知道 我叫你来是干吗的了 你说了 我不就知道了吗 好 那我可就只是说了 我最近发现一件高级领宝 可是我想尽办法 都得不到它 所以 只好请你来帮我了 王子殿下 这大英王朝高属如云 何必找我呀 那你的意思是 你不愿意帮我了 什么领宝啊 神神秘秘的 玄兵祖福 真的 真的 我堂堂一个 大延王朝的王子 还骗你不成 我知道 就在这方圆百里的 足藏里就有 而且我还知道 你已经有一个 吞氏祖父 想必 再让你帮我拿一个 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好啊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啊 看来我林栋 还真是当 祖福传人的料 好啊 好啊 玄兵 起来了 玄兵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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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玄兵祖福了 找到玄兵祖福的下落了 原来那个小王子叫我过去 是为了让我帮他取玄兵祖福 你小子又走狗屎运了 野丫头呢 野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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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了 野丫头 大哥 大哥 有人 皇甫姑娘 怎么了 林公子 适才足藏 遭到一抹袭击 殿下请您 立刻进入足藏 你是说一抹 看来她是送了玄兵祖福来的 可是 野丫头还没回来 咱们就这么走了 一模现身非同小可 望你以大局为重 不如我去找桓桓 你先去复命 皇甫姑娘 殷师妹是我们的同伴 请多包涵 一模现身 我们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我和一模交过手 不如 我先随你进足藏 以防不测 是吗 林栋 去找她 其他的交给我 这是王子殿下的珍藏 涅槃摩颜索 遇到危险 或能助你一臂之力 望心无旁骛 多谢皇甫姑娘 来 走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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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队血烟 你们也跟着临时也去吧 你们助她 就是助我 等找到黄欢 我立刻跟你们会合 大哥 你小心点 请煮 我们走吧 丫头 我见到了你 丫头 穿过信件 丫头 我珍惜你 我的前生 此生 来生 贪生 都转动着一个迷 你的来程 过程 前程 反程 陡落 翻成一个迷 这世界里的一副一剂 生命里的一醉一号铃 都是你 幻灭里的一山一铃 追寻你的一山一世情 是你 一个迷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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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灵清竹 是服侍会会长 祖福传人 凌栋的服侍 殿下 凌姑娘是三宗子弟中的高手 当日在青阳镇 也曾痛极异魔 得她相助 真乃三生有幸啊 老花童真会见风使多 对了 林栋他人呢 难道如今就指望一个林栋了吗 殿下 在下猿门林郎天 是林家士族子弟 又和义魔交过手 我去打开足藏最合适 零郎天 你来做什么 明师姐 现在一模献身万象城 作为一个三宗弟子 和王朝子民 我不该来吗 快去找林东 这会儿盯着 倒是你 不是我们王朝子民 来得才是名不正言不顺 你跟着我们 后脚跟就来了 谁知道你安得什么心啊 殿下 一模随时回来 我们不能再耽搁 要马上应对 凌冷天 我看 你还是等林东前来 一起进入足藏吧 这是大延王朝的足藏 又不是林东的足藏 你说实话 谁在你的背后 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来 这么聊 我来 你 全心全意 曾许你 此爱不语 天涯风雨 温柔 是因爱 装满了记忆 曾许你 执守天地 曾许你 此情不已 飘摇光阴 相声 是因你 替爱了自己 这夜生情 我愿都给你 擦遍红尘寂寂 寂寂 生死不敌 患难也伤心 浪迹天涯也相依 这夜生情 从来只为你 长夜不断相思去 我愿都许 愿到许 尘远都尽力 这首天涯涌相依 这夜生情 从来只为你 成夜不断相思去 尘远都寻 尘远都尽力 尘远都尽力 这首天涯涌相依 一生神情 都给你 一生神情都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